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另外一辑的宏观散打2.0 今天就是3月27号, 星期一的日子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近期来讲的话 投资市场的波动都仍然维持 都仍然有一些投资者对特别是银行行业方面来讲 都仍然有一些不是很放心的情况 甚至上星期做宏观经济的时候 拍档Eddie仍然是比较关注银行系统 特别是欧洲方面的情况 Eddie也都特别问到德意志银行有没有一些 需要担心的地方呢 因为上星期尾的时候就开始看到 德意志银行的股价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的情况 除此之外来讲, 另外也有留意到德意志的 所谓叫做Credit for Swap CDS, 违约调期合约的定价也是弹升了 所以今天来讲,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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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AT1有多少人真的对它了解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AT1这个债券出现 而这个AT1这个债券到底有多大呢 市场或者哪些是主要的发行的机构呢 还有AT1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作呢 我也想借这次机会跟大家讲多一点 就是刚才所说的几方便 如果以英文来说的话, 就是what, 是什么 why, 为什么出现 how, 怎么样运作法 who, 哪些是最大的持份者 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略为探讨一下AT1债券这个东西 而第二个话题呢, 其实也是想回应上个星期 我拍档Eddie问到得意志的情况 因为当时他问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可想言之, 其实我们大家做节目呢 都是很即兴的, 老实说 很少可会事先谈完一大论 大家说什么, 夹了口供, 完全没有的 就是我们是真是想到有什么话题 就是觉得是一些大家关注的 或者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忽然之间弹出来的 那就会拿出来, 大家就交流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所以其实Eddie问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准备到 而得意志自己本身也不是跟得很紧 所以只可以是凭我的认知去说 以我所知的话, 其实得意志在过去几年来说 都洗心革面做了很多的一些重整 无论在管理层上面, 人事上面, 业务上面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听到 得意志在财政状况 或者在营运上来说 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星期间 我变成了有时间 我真的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 得意志那盘数 和过去几年整体的营运的情况 所以想着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讲 其实上个礼拜有讲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首先要利身 我没有持有得意志银行的股份 但是我是有投资在一些银行的股类 和银行的板块 所以我也是一个持份者 所以可能我的看法也有偏见也不定 因为始终我也是手上拿着一些银行 和金融相关的资产 所以也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判断 所以我也要先讲清楚 但是在我所看到 就是由美国几家银行出市 到到这个税讯 出市而被UBS低价或贱价收购 到上个星期得意志股价急跌 但是我所看到的一些真的出了市 得意志其实是这些 得意志的市场传言 不是他真的出市 美国几家银行有事 这是事实上的 这个税讯出市 这个很明显的 是真的有问题 但是我仍然觉得 这些似乎是个别的事件 我暂时还没见到 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或者这些几家银行的问题 只是牵一发而动传身 或者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问题 是所有的银行都有这个情况 唯一的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都持有相当多的债券 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因为在过去一年 主要央行大幅加息 令到债券价格普遍的债券价格都跌了 所以银行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出现了有一个叫做 paper laws 因为只要银行没有一个压力需要沽货 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个账面的折扬 而不是真的一个入到肉的 或者要实现 它不需要去把这个 这个纸上的损失变成真正的损失 除了就是一些 譬如说存款户要提钱 所以你要变卖这些资产 所以你迫于要吞掉那个真正的损失 这个就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你说会不会出现一个 广泛性的全世界银行擠擠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或者什么引发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暂时想不到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仍然觉得这是个个别事件 如果以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我自己也是一个投资者 我觉得现在我所见到的情况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吸纳的机会 在我角度来说 再重新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持有这方面的资产 无论是过股或者是一些基金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可能会有一个偏颇了的看法 大家要知道 好了 我先把镜头转一转 转到我的电脑 然后我准备了一些视频 可以和大家看着 然后再来说 我先转一转镜头 好 转了镜头之后 刚才所说 我想想从几个角度 首先就是 AT1债券是什么以来 为什么会出现或者存在 哪些是主要发行者 以及机制到底是怎么样 想和大家讲一讲 首先 我先退位 好像还没有一点 首先来说 这个AT1债券 是什么来想 以及它什么时候出现 其实AT1债券 历史相对来说 比较短一点 在2008年金融海啸 美国首先是美国刺案 引发了一些银行 开始资产萎缩 跟着就开始银行相计倒闭 是 当时最大的一家银行 也是美国银行业 有记录以来 以资产值最大的 倒闭的那家银行 叫做Washington Mutual 就是华盛顿互助银行 或者叫互贵银行 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当时 大概是308个Billion 就是三千亿多些 美金的资产值 带头倒闭 当然后来 年第四、第五大 我忘记了第四、第五大 这是一家投资银行 也出事 其实那次由美国的房地产印法 美国的银行出事 或者金融机构出事 不仅仅银行 连保险公司都有事 接着就一直席卷全球 当然欧洲也是不能幸免 而其实欧洲的银行来说 也是一段时间 欧洲银行的财政的稳健度 资本的充足 都略为信息于美国银行 所以那次 2008年的美国的房地产 印发金融的问题来说 也令到普遍的投资者 对欧洲的银行的健康情况 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所以也触发了后来出现了 一个叫做欧珠五国的危机 就是银行危机 所以当时欧洲五国 就是英文的简写 就是PIX P-I-I-G-S 那五个国家 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已经不太记得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这五个国家 P就是葡萄牙 其中一个I就是爱尔兰 另外一个I就是意大利 G就是Greece就是希腊 S就是西班牙 S就是西班牙 所以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银行 都接了一个被人大幅抛售 而令到这五个国家的政府的债券 也同样被投资者大幅沽售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而那次的事件来说 也触发了欧洲的国家 和银行监会机 他来说 就需要想办法 不要令这个事态会重现 所以就推出了所谓BASIL-III 巴塞尔协议第三 一个监管框架 这个框架简单地说 除了加强了一些报告 reporting 监察 等等 最主要就是要在欧洲的银行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银行 但是在欧洲有业务的话 都需要加强资本的充足比率 即是要加厚一点 去一个capital的base 即是尽量希望 你的资本充足比较高一点 就可以减低再次出现一个 市场信心动摇的一个情况 OK 如果你要加厚一个银行 或者任何公司的资本来说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 你叫股东购水 股东每个人购多些钱 多些钱 你就可以加厚一个capital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想挨股东 要加码的话 尝试可以在市场上 发行AT1的债券 可以等同在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加厚 因为这个AT1的债券 AT1所谓的全名 就是Additional Tier 1 Tier 1就是最基本的资本 层面就是Tier 1 所以这个债券 AT1就是Additional Tier 1 而这个债券 其实就是 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来说 是可以将它 其中一个做法 就是将它由债券 变成Common Equity 就是变成股份 所以现在变成股份 就是变成股份 资本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这个AT1 也是构成了资本的其中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AT1的大概历史 和出现的一个背景 AT1债券 OK 其实就是 从发行者 就是银行来说 其实都相当欢迎的 因为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说要符合这个BASEL 3 就是那个资本充足比例来说 你要不就叫股东 多些钱去加口资本 如果不是来说的话 就是做一间大银行的管理层 你不想每次都叫股东 科水的话 就是很难 很面子有关的 OK 那就透过发债了 那你透过这个 发行这个AT1债券的话 市场只要受的话 OK 那你可以做到 就是达到资本的加口的要求 至于对于投资者来说 其实也都相当欢迎这个AT1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一段长时间来说 环球的利息就低到不能再低 所以这个AT1 因为AT1它是作为一个可换股债券来说 其实它是某一些风险 就是它是涉及某一些风险的 那任何要涉及风险的话 那当然你要给多一点点利息 就是甜头给投资者 所以这个AT1债券 就是相对于一些相类似的资产来说 也有一个不错的收益率的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因为当时普遍都是一个超低息零利率的环境 有些东西是派一个不错的利息 这个对投资者来说当然是欢迎 所以无论是对那个发行者 或者对投资者来说 这个都是很广泛地受欢迎的 一个资产类别或者证据 所以整体来说 大家可能看不同的报道 也有看到 这个AT1 就是Additional Tier 1的债券 在整个企业的capital base来说 这个资本的那个架构来说 它应该是在一个T1 可能就是普通股的以上的 正如这里就这样看 其实理论上如果有间公司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些人要清他盘 你要跟着拿回那个share的时候来说 你想要分多少来说 其实应该是AT1可以分的次序 是会高过那个T1 equity 就是那个股东才对的 但是在瑞讯的情况来说 就是T1这个股东 没有被完全弄掉了 因为起码UBS会出3个billion 税劳去买它 这个其实就是会是 就会是受惠了在 common equities持股的 所以common shares是没有被弄掉 但是AT1拿着瑞讯AT1的投资者 现在就是被瑞士有关当局 就说这批资产的价值归零 所以这个就引起市场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我们今天就不特别就这个话题 去多讲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个 在那个corporate structure来说 排位的确是排高过common shares 到底这个AT1债券 在过去十年来说 那个发展或者发行量是如何呢 这个图其实就显示了 由2013年去到今年 就是年头这两个月 两个多月 每一年的发行的金额 OK 那你会见到 其实这个图 我在华尔街日报那里 描述出来 那你会见到有两个颜色 这个湖水鹿 湖水鹿 湖水蓝的色 就是欧洲银行 所发的AT1的金额 而灰色的部分 就是非欧洲银行 其他地区所发行的金额 那你会见到 其实在过去十年 或者十一年来说 每一年都有发行量 但也不是说 一定是持续地增加的 其实它也有 有时候多些 有时候少些 但是你会见到 其实欧洲的银行 一直来说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说 都是佔比例 比较多些 但是去到2019年之后 欧洲以外的第二点银行 发行AT1的债券 那个比例和金额 都相当不少 因为AT1 大家受的 你受的话 银行都有发债的需要 受的话 就发AT1 也可以利用AT1 可换股的特色 去稳固自己银行 资本充足的情况 当然了 因为AT1债券 它就不是一些 叫做永族债 它不是perpetual 它也会有到期的 所以其实就 现在 就是 Existing的 那个 这个 这个AT1的债券 那个规模 就不是将过去这么多年 加上总值 因为有些已经 可能expire了 后来有些 可能是 就是发行 就是要去 就是 就是 给 之前mature 的AT1债券 所以 我见过一些数字 就 将 现在 全球 发行的 AT1 的 总规模 大概是 250 Billion 250 Billion 就是2500 亿美金 所以 如果 以总值来说 AT1 这个 类型 债券 如果以全球来说 其实也不算 极度大的 一个 类别的资产 这个给大家 有些概念 另外 这个图 也挺有趣的 在华尔街日报 其实有些图 我觉得 挺有 深度的 这个图 是显示了什么呢 就是一些 在欧洲主要的银行 由2013年到现在来说 发行了多少次 AT1的债券 你看到每一个波波 就是每一次AT1的发行 就是有一个波波 你看到波波有不同颜色的 就简单 有三种颜色的 如果是蓝蓝色 或者露蓝色 就是那个利息 就是那次发行 票据的利息 就是5厘以下 如果那个波波是 红色 或者粉红色 就是那次发行 票据的利息 需要8厘以上 红色就代表 要给高些利息 去发行AT1 湖水蓝色 就是要给低些利息 去发行AT1 如果是灰色 就是 between 5-8% 这样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图 可以如何用化呢 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 那个红色和绿色 有时候出现 来说 你也会看到 有个pattern ok 这个情况 其实就可能 不关个别的发行机构的事 而可能是当时的市况 或者债市状况 那段时间 可能资金比较充裕些 就是投资者就有很多钱 要想投资的 所以银行发AT1的话 可能也不需要给太高息 就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其实 可能是有一些 和行业相关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看回个别的机构 那些机构 在过去这十年 是发得比较多些 那很明显的就是 它那个资本的充足的情况 就相对比较 可能不是那么健康 而你看到 譬如有个个别银行 其实可能是在过去 那么多年来说 其实它并不需要 经常发行 这个AT1的 又或者它发行的话 其实它可能需要 是给一个 略为低息的 去发行的话 那就是 也都显示就是 可能市场对它的 信心比较高些 又或者其实它 也都可以是 不需要给很高息 去发行AT1 那所以你从这些 波波的 的数目 和颜色来说的话 大概都可以看到 就是不同的发行者 它那个 就是那个 财政的 那个 那个 的分别 那所以你如果 看回这个图来说的话 我想特别 就是提出 就是 可能几间 譬如说 德意志 因为稍后我们也会 讲一讲德意志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大概中间 上少少的位置 就是德意志银行 其实如果你看回 德意志银行 在这么多间 欧洲主要银行来说的话 它在那个AT1的 发行的 数目 或者 那个 频率来说的话 其实不算是很高频率 OK 那就是说 其实它那个资本的 某程度上来说的话 都是比较足够 而不需要 就是下下都要透过 发行AT1 去 就是 弥补那个资金的 那个 或者资本的 不足的情况 还有你也都看到 在这个德意志银行 发行AT1 来说的话 其实也都不需要 特别的高息 比如说 尽管可能在131415年那段时间来说的话 因为你会看到 那段时间呢 有好几间的 欧洲银行 发行AT1 都要比较高一点的 的 那段时间可能是因为 那个债券市场 相对的资金 不是那么充裕 那样 以至那段时间呢 亦都有发行 发行的金额也都不少 但是呢 他也是比较中间的一个息率 那样 所以其实这个也都 某程度上呢 可以看到就是 不同银行的 就是 就是财务的那个 那个稳健情况 都可以看到少少的 好了 那 最后 关于AT1来说的话 想说一说就是 好了 就是他怎么样 运作 或者在什么情况下 会触发到 就是有一个conversion 那就是 那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 如果要 将AT1 由债转做一个股的话 那其实一定就是说 他某些银行那个资本 是有一个 就是亏损 或者有一个缩小了 那所以呢 就要透过 将这个AT1 做一个conversion 一个转换 由债转做股票 去填回那个 就是 那个资本的 一个 就是 缺口那样 那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情况咯 那但是 可能每一家银行 在发行AT1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 所谓叫做 trigger的 就是说是什么 情况下 或者当这个资本的 的比率 去到什么水位呢 就会触发了这个 这样的conversion 的情况 那其实就在那个 发行的时候 就在那个条文那里 会列明了 那至于说 为什么一些银行的资本 会少了 那这样 那其实就 可能是 比如说 就是 亏损啊 投资的亏损啊 减值啊 又或者可能是 就是 银行 就被 被罚款 那样 就是大家 就是 你看一下这个 瑞讯过去十年来说 其实真的 瑞讯都经常 是 踩了地雷 OK 可以帮一些客户涂税啊 跟着 给不同的地方的政府 不同的地方的政府 不同的国家的政府 罚款 打手板 之类 这个基本上 都是 没有什么 怎么停过 这个 跟着 譬如说 投资下去 某些公司 原来那些 是一些骗案来的 于是 你当然要 判断了 这些当然 也会对资本 有造成 一些 一些损害 那样 这些就是 触发了情况 所以AT1 整体来说 就是 这样的 玩法 OK 那 AT1 我希望大家都有个 清晰一点的理解 就知道 这个AT1 债券到底是什么 回事 OK 我跟着想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得意志银行 的情况 那 这里来说 就 简单地 不要 太深了 那 其实这个 就是 看得意志银行 在左手边 这边 就是它过去几年 每年的营收 收入 收入 那 就 由2019年 到2022年 2023年 和2024年 当然这是一个预测 预测 预测 左手边 就是收入 右手边 就是每股盈利 就是earnings per share 也显示 2019年 到2022年 这个实质已经公布了 2023 2024 就是预测的 我想简单地看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 如果你想简单地说的话 你看上面那条curve 你看到 其实如果看那条curve 就是说 德意志银行的收入 由2019年 一路 至少到2022年 这个收入 是持续地上升的 如果以 每股盈利来说 起码 过去这么多年 每股盈利 由2019年 到2022年 都是上升的 都是有赚钱的 而且每股盈利 都看到是有一个 就是 特别过去这两年来说 那个升幅都挺大的 那现在暂时就预计 2023年 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 倒退的 那个盈利 那这个可能 跟那个 就是profit margin 这些有关系 但是 对于整体的 收入来说 市场仍然 预期得意志银行 今年的收入 是会有增长的 不过呢 每股的盈利 就有可能 一个倒退 这个可能 正如刚才所说 可能就跟那个 就是那个 margin 有点影响 或者跟那个业务 某些业务来说 一些一些 比较好利润的业务 可能有些改变之类之类 但是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公司 是profitable 就是赚钱的 过去几年来说 还有 如果看那个 earnings per share 其实呢 起码去到去年来说 是有一个 持续几年的一个 一个正增长的 ok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就比较小一点 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如果 简单来说 这个是 就是看一些 financials的 highlight 这样 那这里呢 看回就是 由2018年到去年 到去年的情况来说 那我想 这一把呢 我想比较 这个焦点放在哪里呢 就是呢 看看就是 第二次银行的存款 因为 之前 那一集 也有说过 瑞讯来说的话 其实呢 就看到呢 那个存款 是出现了一个 就是下跌 就是因为 就是 它的客户都对它 没有信心 ok 另外这个 这个 这个银行 要被突然间 接管也都是因为 它在一天里面 是有 42个billion 是接近 它间银行的 四分之一 的存款 的金额 是被客户想提走 所以 就是一个 擠提的情况 那样 所以就 令到 就是监管机构 即是美国监管机构 不得不得 即刻出手 去接管 那样 但是如果我们看 第二次银行 这个所谓叫total deposit 所以这一行 total deposit 你会见到 由2018年 一直到2022年 来说的话 其实呢 那个总存款 是有一个 持续地上升的情况 就是并没有一个 起码从年度的数字来说 并没有见到 一个 就是擠提的情况 那样 而那个total loans 来说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 就是 增长的 那所以刚才revenue 刚才已经看了 那这个 不特别多说了 那你也见到 那个margin 其实如果你看到 那个profit margin 和operating income 的margin 其实都相对健康的 在过去几年来说的话 其实得二次银行 无论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operating income 啊 或者 net income 的margin 来说的话呢 都是有一个正数 和健康的增长 去到去年来说的话 其实你看到那个 就是 net income 的margin operating margin 来说的话 都有双位数字 所以 就是从我的 可以见到的 情况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 那间银行的盘数是 就是相当健康的 而最底那里呢 就见到 这个叫Tier 1 common equity 那个ratio 或者那个Tier 1 capital ratio 来说的话呢 其实去到去年底的时候 是分别有成 13点几 和15点几 这个是 老实说是一个 挺高的一个数字 所以 就是 我的 理解 我看到的 东西来说的话 其实就 德意志银行的 财政状况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 没有见到 一些太大的 一个问题 老实说是 那当然 市场可以有市场的 解读 这个就是 这个是没得说的 但是 从个数字上来说的话 那 就是 除非这些数字是作假 这些数字 如果是的话 就会另外一个 真是很大的 一个scandal 但是如果 撇除这个情况 而它的数字 有经过audit 有经过审批 而这个是 就是 可信的话 这个情况 其实就 并不显示 一家 财政非常之 有问题的银行 还有 刚才也说了 德意志银行 在过去这 这 五六年左右 其实是真的 在业务方面来说的话 是做了很多一些调整 就是以前来说的话 它是真的会 从事一些比较是 风险高一点 或者是 就是 资本的使用方面来说的话 是会比较 就是 就是 沉重一点的 一些业务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是 大部分都是 就是 撤离了 那些业务 那就变回一家 是比较 真是 规矩一点的 一个 银行的 一个 运作这样 而看回 这些数字来说 其实也在反映 公司 或者银行 那个 财政上来说 是 颇为健康 所以 这个就是 希望跟大家分享到 有数据有数字的话 就会容易 容易理解一些 OK 好了 今集就 说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说了多久 你已经时间都没有算 应该都相当超时的 Anyways 再次 跟大家讲讲 因为 这个星期尾 在下 就 离开香港两个星期 在这个离港这段时间来说的话 我就 偷懒了 OK 散打的话 就会暂停两个星期 但是我都答应了我拍档 Eddie 这样 我在 美国那边来说的话 我都会 尽量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或者有些有趣的东西 我都会拍下 这样 希望回到现在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 OK 好了 大家保重 take care 我两个星期之后 跟大家再见面 大家 take care 拜拜